华为的自动驾驶技术ADX2遥遥领先 能力应该是目前当今全世界自动驾驶能力最强的 这就是华为CEO于成东在华为问界M7的发布会上充满自豪感说出的话 于成东还为此说了7次遥遥领先 他还宣称今年12月份就可以全国推广自动驾驶技术 但真的是这样吗 华为的自媒体粉丝将这一技术吹捧至天际 声称其远超特斯拉FSD短视频的平台上 充斥着华为自动驾驶的惊人表现 问界M7接近完全自动驾驶 可随时随地变身移动办公室 但仔细一看 这些视频不仅数量有限 而且源头可疑 大量重复内容 而且几乎都来自相同的几个账号 这也太不正常了 华为自动驾驶 两次干预之间的行驶距离 仅为一千多公里 其他品牌都能达到上万公里 这种水平只能排到全球二十名开外 怎么能愣是吹成了世界第一 于成东不是被下面的人忽悠了吧 观众们提问 华为的自动驾驶技术 究竟达到了何种水平 是否真如所说的遥遥领先 一位自媒体人士宣称震惊全场 华为L4自动驾驶技术已经到来了 真正实现汽车降维打击的制驾版 问界M5视频大家都看到了吧 华为的自动驾驶的确是遥遥领先的 于成东没有吹牛 我也不是被逼的 如果你仅仅看他们的吹捧视频 你一定会认为 华为的自动驾驶技术已经全球第一了 以后出门不管什么样的乡间小路 都可以躺着睡觉了 华为已经将人类带入无人驾驶的新时代了 这种牛叉程度已经远远甩开特斯拉好几条街了 但仅凭宣传视频 就判定技术全球第一 这种自信是否有充分的依据 如此夸张的吹嘘 难免让人怀疑其中是否隐藏着猫腻 一位前华为员工披露 视频中展现的自动驾驶路段 他在公司的时候 他本人就测试过无数次了 大多数叫出名字的无人驾驶公司 都能做到这样的程度 至于能不能普及推广 还要验证 他个人持悲观态度 网友更是爆料 华为自动驾驶在乡村道路上 自动驾驶和绕装自动驾驶视频都是假的 都是提前一天用工业激光雷达 完成了三维扫描建模 数据已经进入了计算系统了 所以在那段路上 华为的系统就能自动避开这些障碍 这位网友说 一天晚上我凌晨喝酒回来 在杭州附近碰到他们正在搞这个 我拍摄视频他们不让拍 看来他们的自动驾驶都是造假 消费者买了这样的车 自动驾驶能开的大部分地段 都是必须有高精地图的 在农村也是仅限于华为用工业激光扫握的地方才能用 因此华为这一次就像比亚迪一样在搞营销 有人怀疑说道路可以扫描做成3D建模 那路上的车可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 华为的车确实是完美地避开了所有车辆 总不能说路上的车也是华为提前安排好了的吧 其实这就是最迷惑人的地方 那华为采用了一种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这里所说的高精地图就是由专门测绘车辆进行数据采集 将路面上的一些固定信息 比如建筑物 车道标识 交通信号灯 停车位 路面 车道线 车道边界区域 坡度等 完全计算好生成地图 这些固定信息都是坐标参考 车辆上路之后 车辆上的雷达和摄像头感应到的移动物体 都是以这个高精地图上的信息为参考点来做出反应 国内的车厅人都说了 华为ADS2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目前仅是部分划线的低端和少数的城市路段才能体验 大部分路段还需要人工的监管 如果修路了 路面环境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而高精地图如果没有同步中心 那么华为的自动驾驶就不能用了 用了就会带来安全问题 特斯拉采用的纯视觉和AI神经网络的方法 虽然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 但至少在实时处理未知环境方面 显示出了更强的适应性 特斯拉没有依赖预先设定的路径 而是通过持续的实际道路测试 和大规模数据收集来训练其系统 这种方法在理论上能够应对更多的未知因素 华为显然完成不了这样的任务 因为华为自动驾驶的车辆 一个月才能卖几千辆 现在还没有收集数据的能力 华为也没有特斯拉的运算能力 所以必须依赖高精度地图和预先设定的路线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 华为自动驾驶系统中的激光雷达使用 虽然激光雷达在精确测距和成像方面表现出色 但其高成本脆弱性和激光污染问题不容忽视 激光雷达华为自己造也得接近一万块钱 而且寿命短容易坏 在实验室的环境中 这种雷达的寿命只有七千个小时 在颠破的车上损坏率就更高了 所以到时候真正开启这种激光雷达 就会发现华为自动驾驶车辆的返修会非常高 激光雷达会对环境造成激光污染 因为它需要发出激光进行测距成像 激光不仅会对其他车辆的摄像头造成损坏 还会对使用激光雷达的其他车辆产生激光干扰 真正的满街都是这种雷达激光雷达测距的车 就可能会出现新的交通安全隐患 10月份问界的销量突然增加到5万台 以后出事的时候冤死鬼会越来越多 恐怕到时候华为的冬天又会来临 好家伙 又有借口可以降薪采远了 再一个就是高精地图 确实好用 但是采集的成本太贵 每公里的采集费就是上千元 全中国所有道路都采集一遍 价格就是天文数字 雪上加霜的是 中国是世界上道路施工最勤的国家 刚刚花大价钱采集的数据直接会作废 所以高精地图根本不能做到快速更新 这就是为什么问界自动驾驶 总有行驶区域的限制 此外 一些信心的网友发现了宣传视频中的猫腻 原来这些视频中 实际车速很慢 后来是通过加速播放来实现的 造出流畅驾驶的假象 这一发现并非空穴来风 一些从中国国内到国外出差的人士披露 他们在国内亲眼目睹了各种自动驾驶汽车的实际表现 不仅是华为 连号称国内领先的百度自动驾驶技术 其车辆在道路上的行驶速度也非常缓慢 常常被其他车辆 甚至是公交车超过 因此 该网友在推特上提出的这个观点 自动驾驶车辆实际上是在慢速行驶 通过视频后期加速处理来创造出高效行驶的错觉 似乎颇有道理 这不仅让人对华为和中国自动驾驶技术的实际表现 和成熟度产生了质疑 果然只是光鲜亮丽的宣传视频 近期举办的2023智能互联网汽车大会期间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光明的一番 助力自动驾驶汽车上路安全通行的探索实践演讲 告诉人们 国内自动驾驶的商用依然遥不可及 赵光明表示目前自动驾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不遵守交通规则 测试车辆频繁出现逆行 压线插队甚至会肇事逃逸 可是如果自动驾驶系统完全遵守驾驶规则 就会严重影响通行效率 比如在实现车道中行驶 前方车辆发生故障停车 后面的自动驾车车辆 如果死板的遵守交通规则 就不会压着实现变道 结果就是会被一直堵在路上 在某些交替通行的路段 自动驾驶系统如果保持离让 也有可能一直停在原地 等其他船辆通过 因此与会嘉宾普遍认为 某些情况下 汽车需要稍微违规 以保障通行效率 可问题就在于 什么时候可以合理违规 什么时候又必须遵守交通规则 AI难以准确判断 目前无论哪个公司宣传的自动驾驶 国内也好 国外也罢 都是扯嫌偏 等到了他们卖的车 在合同里保证 开自动驾驶出事了 他们包赔偿 那才是自动驾驶真正诞生的时候 华为自动驾驶行不行 等公开发售了再说 遥遥领先这种自卖自夸的词 不能通过自己的嘴巴说 华为造假太多次 劣迹多 华为近期在自动驾驶领域的一波宣传 导致其关联企业的股价 在资本市场迅速上涨 这种现象导致资金大量迅速流入华为 及其自动驾驶相关的公司 然而华为在资本市场上掀起的热潮 让中国电动汽车的新势力们 难以从股市上筹措资金 以维持生存 现在他们的资金流比以前更紧张 未来几个月 很可能面临破产的压力 华为近期推出的一秒一公里 超级充电技术 还可能对未来汽车的换电技术 构成巨大挑战 这可是未来汽车创始人 引以为豪的核心竞争优势 可是面临华为的新充电技术 这一优势可能迅速转变为负担 搞不好会把未来 从目前的市场地位上拉下马 以至于濒临倒闭 这些情况 再次凸显了华为在多个行业中 采取的激进策略 以无底线的方式 推动自己的产品和技术 对同行构成压力 华为在通信智能手机市场的竞争方式 已被广泛讨论 如今 其在电动汽车领域的举动 似乎也延续了这一策略 看来华为所到之处 寸草不生 还是有道理的 只要它还没有吃饱 别人就必须得饿着 华为对同行业的无底线打压 行内有口皆碑 20年前 华为进入和起家的 移动通信设备市场 在当时是高利润的高技术行业 现在华为终于登顶 同时 让该行业沦为宾威行业 通信设备部门的公司 利润率直线下降 危机不断 然后华为又盯上了 高利润的互联网云市场 和苹果带头的智能手机 高利润市场 只是华为在和西方科技巨头的竞争中 并不占优势 还没能把人家给打压下去 反而被西方科技公司 和美国政府给打压制裁的勾呛 华为想把自己的手机 对标苹果手机 这次在iPhone15发布之前的半个月 就开售Mate60 Pro 试图用所谓的7纳米芯片 抢占市场 但苹果的iPhone15在发布时 依然受到热烈欢迎 3纳米的A17芯片 甩了华为四个时代 预售一开始 官网就被挤爆了 连华为轮值董事长徐志军都说 国产芯片是小学生 国外的是博士生 可见苹果在中国的销量 才是遥遥领先 只是在网络的评论区 从来没有赢过华为 因为那里是华为的粉丝 和水军的天下 更可怜的是 华为Mate60 Pro 还不得不使用了老款的 海力士储存芯片 这是在2020年制裁之前 就卖给华为了 华为使用鸿蒙系统对抗谷歌 日前突然公布了一款 名为鸿蒙OS Next 新版本的鸿蒙系统 将不再兼容安卓APK文件 推出后不久 许多网友说 如果鸿蒙放弃对安卓的兼容 他们就不用鸿蒙了 研发操作系统 难的是系统的生态 想要做成鸿蒙生态 当年不差钱的微软 也没有成功 微软凭借Windows这颗摇钱树 想要打造一款Windows Phone操作系统 装在诺基亚手机上 许多人认为 微软应该能够打破 Android和苹果垄断的市场格局 可惜 Windows Phone本身是成功的 但还是败在了生态方面 现在不管是软件开发能力 还是资金实力 都不如微软的华为 如果放弃鸿蒙对Android的兼容 难免会让人想到 鸿蒙会成为下一个Windows Phone 面对美国的限制下 华为使用14纳米的技术 做出了7纳米的芯片 这可高清坏了 在中国被视为一个技术进步 还特别的大举宣传 特别庆祝举国环腾 但实际上 这对中国和对华为 都没有什么好处 中国是个巨大的国家 华为用14纳米的技术 搞出了7纳米的芯片 能改变国家的命运吗 能改变华为公司的命运吗 怎么能算巨大成就呢 现在搞出来了 美国会有新的办法 来整治华为 整治中共 他们会招来更大的问题 雷蒙多不是说了吗 往下还有很多大棒子 等着呢 华为早上9点开始工作 晚上9点下班 一周工作6天 代表了一种极端的工作强度 虽然华为试图将其塑造为 一种积极向上 全力以赴的企业文化 但这种文化被外界普遍认为 是对员工的过度压榨 可能对员工的身心健康 产生负面影响 甚至可能影响其家庭和社会生活 华为的狼性文化 强调极度的竞争和攻击性 推动员工和公司 在市场上的无情竞争 然而有评论指出 别糟蹋狼了 狼有这么不要脸的吗 你确定那是狼文化 狼群会抛弃老狼吗 这张图中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三只狼 不是年轻力壮的 而是所谓的老弱病残 整个狼队以他们的步调行进 确保老狼不会被落下 而华为所倡导的所谓狼性文化 却往往与此相悖 被指控在企业内部 实行洋库的竞争和淘汰机制 对员工施加巨大压力 华为的企业文化和商业策略 体现了中国企业 在追求利润和市场地位的过程中 对社会责任和道德底线的忽视 这不符合社会和个人的长远利益 此外还应该看到 中国是国民经济 18兆到20兆美金的国家 拥有巨大的生产量 那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整体的技术 需要什么样的市场 才能满足中国的国民经济的需求 中国是不是应该和美国搞好关系 美国给中国技术 美国给中国市场 中国才能够生存的好 现在中国如此挑战美国的权威 就因为华为这件事情 还能高兴几天 结果还不是真正的生产出了7纳米芯片 这种显摆 对中国对华为有什么好处呢 反而让人看到 中国在思想上是很悲哀的民族 是没有出气的国家 不从根本层面上去思考问题 只是搞一些花哨的宣传 用造假来满足自己卑微的虚荣心 现在中共把中国搞得国群民困 但还是没有新的产业政策出来 没有新的产业经济 全世界都在观察中共 看看它如何往下走 是不是还继续和美国作对 如果中国要是聪明 就应该明白 必须要依靠美国 必须靠先进的科技来腾龙换鸟 转换商业结构 才能跟上21世纪的市场 因此要在意识形态上 必须和美国保持一致 如果想利用美国的技术 来挑战美国的霸权 中国和华为会死得很难看 我们下期见